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火遍大江南北 一批精工匠人工艺技法从幕后走到台前 1977年出生在台湾的殷一灵 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是个擅写加瓦语言的程序员 毕业后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事文博数字化工作 并开始协办海峡对岸城市 北京、南京、镇江的大型文创项目 现在她带着台湾团队在南京博物院做文创 9月2日殷一灵向中国新闻社记者分享了她的故事 我本来就在那个镇江的一个平台公司工作 然后也负责的是文化相关的运营招商管理的一个经理人 然后刚好那时候省里面在做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示范项目 被选中的来执行 因为有这个工作经历的背景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在执行这个文创文化产业里面的一个经验 因为做文创要跨不会支持很多 你要获取文物的知识啊 资讯啊 图片啊 还有策展的协调啊 展成啊 110和团队从瓷洗御用大雅斋款官窑瓷器 用色花纹文理中获得灵感 印有蓝底白花图案的单清婉约大雅斋系列 是他们创作开发的高光作品 大雅斋的这个书签 它的断货率是50%以上 它一上架的话 基本上常常缺货 两种颜色的烤漆跟工艺的厚度 在市面上的话 正常像这样的一个精细度的话 它至少到60块以上 但我们为什么只做到3 是因为我们的量大 然后我们的成本管控 跟设计上的一个志工 我们后面都一定会有文物的介绍 就让老百姓更知道说 哦 这个文物源自于哪里 元素源自于哪里 这个对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很重的 而不是一般的说只是卖商品 110调侃和传统文博考古人士不同 程序员的优势在于系统管理 什么年代类型的艺术品 怎么转化在脑海里自有逻辑 自成系统 程序员对数字也极度敏感 听到数字眼前发亮 善于管控成本 工业设计让中国的百姓 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东西 也让整个世界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瓷器呀 这些整个一些工艺品的一些文化 可以完成老百姓想要得到的美学生活 但高贵不贵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价格 所以品质的管理 价格的管理跟文物的文化叠加 祖籍江苏 不严惨的殷依灵爱吃有滋有味的怀仰菜 到江苏多年水土养人 殷依灵打趣说 除了体重与时间成正比 时间改不了的就是热爱 我们不会局限于自己 就是一个从台湾小岛过来的人 我觉得中华文化的一个推广 作为黄色皮肤来讲的话 都有这样的责任跟义务 并不是局限在哪一个物理空间里面 去完成它 而这没有人们会儿作为黄色尺 所以我们我们就感 börjar的 平尔清兰 wal rob HU 好 这 domestic 这个东西 会�a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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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